我们今天暗子进度 要来讲唐颂词的吟唱 就真的是唱 因为是词 当然叫做唱词 不会叫吟词 但是基本功夫 有没有可能 你在颂读的时候 跟唱的节奏结合在一起 等一下我们就会知道 那是可行的 我们不论是内地的诗色 或是台湾本土的诗色 都会用这个模式来处理 等一下我们就看菩萨满 我昨天结束的时候曾经说 这个西方的音乐传进来之后 基本上是从西南或是西边 如果菩萨满的话是从缅甸 缅甸的佛曲 当然就是中国的西南这边传进来 那传进来用什么方式来判断 就是诵词的来源之一 是外来音乐的影响 我说过了我们是 都对米搜拉 工商节之语 那便工便职就是发跟西 那这两个半音 是外族音乐很大的特色 因为短然后就热烈 中国人强调是温柔敦厚比较平正 所以我们很多的典雅的曲子 你注意看发跟西的音很少 我们在台湾我们中华民国国歌 你看哆哆咪咪咪咽咽咽咽咽 民国实际都唱这个国歌 你大概很难找到一个发跟西 那就告诉你 雍容平正 那么你要应付这些 短音进来的 这样的音乐 那你就不得不去 重新谱曲子 等一下我会解释 菩萨满就是一个外来音乐 当然我也说过了 有很多文学的演变 绝对不是突变 那我们自己和民主 比如说汉代整理的乐府 我们下一次 上文学是都会讲到这个问题 这个传的乐府在你汉唐 甚至于是大汉升位之下 当时还没有想到 要不要把外来的 比如说匈奴 你也跟他有交流 楼兰也有交流 他们进来的音乐 要不要单独保存 汉代还没有想到这样 汉代只是想 你们进来 我就给你包容 都变成了我们的乐府 所以我们才会有 像那很激烈的强劲曲 什么饶歌曲 横吹曲 如果你相喝歌曲 那基本上就是图歌 你唱我喝这样子 所以对于 什么时候我们 才有概念 要把这个胡乐分开 随唐 不管你用 十一步 与部分 这个是土饭的音乐 这个是契丹的音乐 我们才开始有 随唐以后 在这之前 大致都不知道 这样子做 那既然随唐 可能进来 那就有可能 我们要跟他们的音乐区别 所以当他们的那种 比较热情 我们讲 就比较 把人性的 那个快乐的氛围好了 因为传统教育 叫你要 温柔敦厚 那么把他呐喊出来 我们想到民间 就先受影响 所以这也是 所谓的 古调虽之爱 惊人多不谈 刘长青会比较感慨的地方 所以后面那两个系统 要怎么呢 就是 我们怎么看 就牵扯到此的起源 我昨天说了 我的老师的 台积龙先生的文学史 把它推到六朝就有 因为的的确确有 长短句 一个国君 或是一个天子唱 底下的城池就喝 句是完全一样 各位如果这样的话 那你一个题目定了 比如说竹子词 民间也会有这样 比如说鱼鸽子 我这样在民间传唱了 那么多人在舔 这算不算舔词 那么当如果这些 自己的歌谣 自己的歌谣被收 那在这个系统里头 刚开始士大夫 都是蛮自大的 怎么可以让他独立呢 那是我们诗之余 所以等一下我就会写 很多词的异称了 如果你从音乐来看 词 它就会变成 我等一下把菩萨们讲完 我再把它写出来 你从音乐 从田作 甚至于对一个新闻体 士大夫的心理 要怎么看待它 所以这个词的起源 这两条路线 我们先讲外来音乐 因为大家都认为 外来音乐才是 促进这个词 大发展的原因 内部这个民间歌谣 不论你从西南去收 或者在东南 江浙 或者在四川收的 足之池鱼歌子都好 那是我们汉民族 本身的民间风谣 这样过来的 那有固定的题目 是没有错 那么是不是这个音乐 要给它区分呢 还是要纳入呢 这就很纠纷了 基本上我们是会把饼做大 所以你在谈词的起源的时候 就没有排除那一些了 但是我要告诉你 你现在假如去看全唐诗 凡是五代 这之前的 当然这是亲人的概念 他不认为五代是分裂的 出去的一个领土 他认为五代还是唐代的延续 所以你在全唐诗里头 都可以看到李白的这些 我们认定是词的作品 包括民间的乐府 他都涵盖 这是我们汉民族自己的演变 所以自己的民风歌谣 跟外来的音乐 这两个线索 在交合的时候 基本上可唱的 都可以认定为词的起源 这有时候就 真是什么推到词的最源头 我们现在比较保守 都说圣堂应该是比较稳的说法 那现在就牵扯到来了 李白的菩萨满这一首 各位我特别写了第一个来历 有人说了 这个作者 就是僧文的一个和尚 他是宋仁宗时代的人 宋仁宗时代 各位北宋初 仁宗时代 如果你说太祖 太宗 真宗 仁宗 都是属于宋代初期 那么他一本书叫做香山野路 他去记载有个人叫做卫道福 各位卫道福就是卫泰 卫泰 卫泰在宋代 有一个重要笔记 就是东宣笔路 卫泰自己有个笔记 东宣笔路 东边的那个窗宣 一个车一个干 一个宣 东宣笔路 东宣笔路的作者 他说这个本来不知道名字是谁 你只要愿意去看的话 在香山野路那边记载 而且是出家的人记的 所以有人提在那个顶州的 这个顶州的这个沧水翼楼 也就在翼站的楼 看到这个字 不知道作者是谁 那后来卫泰到了长沙 卫泰到了长沙 得古籍与真部家里 各位真部是内汉 你就知道他也是官犯之人 所以他家里有个古籍 找出来一看 恍然大傲是李白座的 各位 李白座菩萨们很大的资料 就是这个东西 因为这些都是知识分子 不是民间的知道 不是民间的那些 匹夫匹夫的记载 可是当然学界对这样的记载也 还有疑问 你不要说什么 这个哪怕是胡适写百话文学史的时候 对于敦煌资料 他都保存怀疑 当然胡适后来到台湾有很后悔 他刚开始敦煌文路出土的时候 当然包括了池的第一个集子 在云瑶集 他都认为这是作假 可是等到了 你可以知道 你知道我们有历史语言研究所 中研院 考古大量的文路出土 证明了敦煌文路确实存在 胡适又撒在那边 他的纸的源头 他就不敢那样推 因为毕竟西北 你传到中原来 那个资讯就慢一点 那个年代 民国初年跟现在不一样 所以这个起源问题 的确是蛮复杂 那现在大家都比较肯定 好 再来一个 如果说你不相信这个记载 我们以经验来判断 李白有没有可能接触到 这外来的曲子 有 你不要忘 李白的父亲就是在边界当官了 饥饿即失 现在讲是不是在饥饿即失 对 所以他就在那边当官了 那这个 这个 证实还记载 这些外来的侍者 在长安拜见我们的皇上的时候 李白还曾经当过翻译官了 可见他懂得土方话呀 所以如果这些西兰来的 或是西方来的 这个音乐 他听到的可能性相当大 因为 因为大家都一直觉得 这个菩萨蛮铁得太成熟了 因为敦煌你看 敦煌的菩萨蛮 我们现在还留下来 无名式的菩萨蛮 都会有很多的秤字 各位 一个一字边这个亲切的秤字 好多人都只以为是 圆曲有秤字 殊不知 我们的池的起源的云妖集里头 好多的 石牌 就有很多的秤字 那如果说李白要比 这中堂的云妖集 所收的集字 每一首菩萨蛮几乎都有秤字 整前发进千半院 要修且戴 清三难 水面上秤锤佛 那个菩萨蛮就 七七五五五五五五五 他的句是七七五五 然后下半句是五五五五 可是你看那个 敦煌局是 整前发进千半院 七个字 要修且戴 清三难 水面上第三句 水面上秤锤佛 就六字句 多了一个上 直带黄河彻底枯 第四句又多了两个字 我们都背在脑子里的 所以对于他们 什么李白这个没有 人家又听他讲了 李白的才华 他听这个音乐 所以他不必像 皮肤无名士这样 这样那些秤字 各位文学啊 基本上都是从民间开始流传 所以李白如果一出手就写到那么好 那么也大有疑问 后来有人就做一个中和就说了 说这个李白有可能填菩萨满 但是现在的文字应该不是他原始的 各位这样就变成比较合理的 第一个他听到菩萨满这个曲调的肯定高 第二个比照中堂 他还圣堂更早 怎么一个秤字都没有 几乎云摇集那个第一个词集 在敦煌传出来说中堂的作品的那个云摇集 云是天上的云摇就是歌摇的摇 云摇集 早年没有出来说 包括刘大集的文学史都说 第一本词集是花间集 花间集是五代 五代跟中堂有一段距离 而且那是文人的集子 云摇集是民间的歌摇的汇整 但你要想 一个歌摇大到一个量 有人把它汇整起来了 各位请问前面要不要流传一段事件 所以各位 中堂的云摇集如果往上推 那李白田这菩萨满就真的是有可能 只是恐怕经过修修修 现在不是它的原貌了 菩萨满有那么复杂 那么麻烦 但是你概念有了 我们就OK 好 那我现在告诉你 如果你们先念一遍好了 然后念的时候你们大家一面念 看谁有那个first impression 就可以想到说 这个凭这结构如何 那我刚才已经讲 七七五五到这边叫做上雀 我现在这不是有一个音乐的名词 一段就叫做雀吗 门里头一个鬼 有没有人鬼的鬼 一雀或者叫做上片 或者叫上辩 辩文的辩都没有关系 上半雀的音乐 下半雀就是欲接空竹力 树鸟归飞机 好你们念 等一下我就告诉你 为什么这样的作品 有时候文人 有时候文人不要太聪明 他竟然叫做词 他的规矩就跟诗 是会不一样的 如果都一样了 对联对联都一样了 他怎么叫做词呢 你们念 看大家的尽确程度在哪里 拼联默默散示 拼联默默 一言如智 谈上一代 伤心地 明色 陆高楼 游人楼上愁 并解空竹力 素鸟归飞机 何处是归程 长情连短情 这个跟整齐的七诀 你们练起来就称之不起 你就知道 他就是七五五 他就跳动的 就真的很不一样 而且入生字那么多 所以练起来 你们整齐度 因为那个短音 然后怎么再拉长 就很不一样 好我先说明 第一个这菩萨们在写的时候 前面几句是点题 就是你要写景色 我讲过 如果说是这个曲子刚传进来 我们没办法 从这三个字来提 因为他已经佛曲 便引入到民间了 民间传唱了 所以菩萨们 你看从中堂 我们与妖记里头记载 你可以讲修道人的决心 你可以讲儿女的诗情 你也可以讲 甚至有一切是 一个文的一个武的 一个文人跟一个武将 两个在对谈 你比较好 还是我比较好 这样 所以这个内容已经很丰富 也就是菩萨满 基本上已经摆脱他原来的菩萨满 这三个字的概念 然后可以写其他内容 无所不包的 甚至于佛道 从中堂开始就佛道的内容在了 你看前面 菩萨默默焉如之 这是每个人 尤其我们今天在威尔斯 可以看到 整个山丘 那个焉矮迷蒙的样子 各位默默就是一列一列的 你可以看那个 这个平远 就是远 平远的山林 那么一列一列的 焉蒙在这个山丘上 各位这就是我们常讲的 阴云之气 知道 阴云两个字会写 你看一列一列这样排 好美 那寒山一带 伤心碧 我暂时说了 我们当两岸没有来往 我们不知道 伤心是四川方言的时候 大家去解释里度的诗 很容易就讲 伤心解释为非常 可是每次在解释 这菩萨门的时候 常常有人就说 你看寒山 清寒的山像一个带子 蜿蜿蜿的沿蜿 我们现在南彼得不是有很多山 就像蜿蜿蜿的走吗 哎呀 看起来一片伤心 因为他是油脂不能回去 所以自己的情感 秤印在这个山的上面反映出来 可是有人觉得说 如果这种脏法就乱掉了 因为各位可以看 前半段一直到上半阙的结束 才点出一个仇 情感才跑出来 怎么在这个地方伤心 就这样出来了 我们以前在大学时代 老师解释就说 这就是这个移情作用 知道好 可是你章法上就有点乱 因为从下半阙开始 你才知道 从写景色转变为写 施加的情怀 所以那个仇是关键的转折 不应该伤心就路线了 知道好 后来通了以后才发现 伤心什么意思啊 非常就是这样 所以你如果读里 莫艳伤多久入存 然后这个 清江景时伤心力 伤心力 杜甫也用了 所以很多的证据 不是估证 学术就怕估证 所以这个地方就不能解释伤心 说平岭一带 说这个寒山 说清寒的山 就像一个带子蜿蜒 非常的碧绿 这比其他地方看不到 难比的处处都是的 你一开窗 山丘就是蜿蜒碧绿 那天黄老师还照 往外面爬上那个高塔的时候 一群羊正在地皮线走 我觉得那一张真是精彩 他就远远间把那个设好 你就看高塔上 那个正在丘陵上 一排的羊 这个远观都很美 你这样走进去的时候 每个绿草上面都是点点滴滴的 不小心就采了一堆东西回来 所以远看也是 我今天跟法师吃把饭那边走 说你看那漂漂亮亮亮 你进去采一下看看 尤其是下雨天 如果你干燥天没有关系 羊死晒干的就好 下雨天我告诉你 你知道我们那天回来 我还洗鞋子洗得要命 我那黄老我以为黄老师 他说我也洗得要命 因为你不知道都沾在那 我们在那草地上摔呀摔呀摔呀 现在要不要讲的比较美 不要想到那个 所以你看平林默默 你看这个平原的树林往上延伸 然后一列列的那个阴晕之气 好像是支在它的上面 然后最高的领线上 像一个带子蜿蜒 非常的比例 美不美 这样就是先写井 好 在这样的一个井子里 现在我什么时候呢 闽舍入高楼 各位我们通常夕阳西下 就是一天的结束 最容易让人家觉得 又要过去了 像今天是七夕 台北是雷雨交加 七夕也不必看了 今年至少在台北 今年牛郎子你不见面了 然后我就跟他讲 姚威尔斯云淡风轻啊 所以你刚刚出来 如果看到了我的诗 我就酷意给他写一下 今天要看银河 老天拜托 不要下课以后 给我阴爱蒙蒙 所以就闽舍入高楼 西洋西下的时候 那是最容易让人家 引起思乡的情怀 所以就我在这样 看那么美的风景下 一直忘到了一天的结束 现在目色慢慢慢慢的 进入了高楼上 有人楼上愁 开始写转过来 所以你要记得 我们常常讲说 一确词的上片到下片 这个地方就叫做过片 那个过经过的过片 也叫做过去 基本上我们叫做过片 所以这个地方是要很用心 看你有没有办法 这个转成好 既成又要转 就在这个地方 他点出一个字 我在高楼上 你终于知道 我为什么在一直整天望着 望着我的故乡 望到夕阳西下 我还站在这楼阁上 我要看看 云开见青天 我能不能看到我的家 这就有点像那个苏木浙 芳草无情 更在霞阳外 看不到 我用想象 说我回去的路是如何 所以有人站在高楼上发愁 各位到现在 你都不晓得他为什么愁 为秦愁 为四乡之愁 为人伦之愁 都还不知道 好 开始了 欲界空助力 各位我在楼上 可见他的街还是郁街 还不是太寒酸的建筑物 我在这亮丽的石街上 基本上郁街都是白石头 我就站在这个高楼的石街上 这样看着 树鸟跪飞机 各位夕阳西下 所有的群鸟都要回来了 你看我们这边 只要天暗 一暗下来 所有的乌鸦鸡鸡鸡都要回来了 我不晓得少女的渠岛 我们在台湾收垃圾车的时候 都喜欢播少女的渠岛 我不晓得内地播什么 我们只要听 我们就要丢垃圾了 可是你知道日本 是播哪一首歌吗 我自己独唱独云只开怀 你要知道他们日本的垃圾车就播了这个 他的意思是说 现在是夕阳西下了 所有的乌鸦都要回去了 所有的小朋友 希望大家手牵着手赶快回家吧 所以他们的垃圾车 在黄昏的时候 夕阳西下的时候 是呼应小朋友要回家去 所以各位 伴着乌鸦要回潮 就告诉小朋友们 不要在外头逗留了 该回家了 这个很有教育意义的一首歌 这个以前在 从小就听妈妈这样 我母亲是受日本驾驭的 就很有意思 也学了一些日文歌 可以唱好几首 所以树鸟归飞 说我在这边 所有的鸟群 都要飞回潮里来了 各位 这个形象 还记得吧 我们说心体是 观观俱俱在河之洲 窈窕鼠女 君子好求 当我看到这样的形象的时候 我就会开始 我呢 对不对 开始马上会想了 我呢 何处是归城 众鸟都回潮了 我竟然不能够回家 各位开始对比了 何处是归城 那你现在终于知道 为什么他要在高楼上了 长亭连短亭 各位古代啊 五里一短亭 就是 Vastab 十里长亭 就是station 长亭就是我们的像驿站 你可以学习有茶水 等等地方 Vastab 是五里 那只是让你学习一下 休息一下 只有长亭才是正式的驿站 所以我这样看过去 远远的眺望 要眺望回家的路 什么也看不到 只是看到了一个小车站 小车的绵延到 那个大车站去 各位 因为你的可以休息的驿站 已经特别特别大嘛 所以那个黑点我看得到 那从我这边看到那个点 就像你看到那个高塔一样 像一根烟囱 跑过去才说 哎呦 那么湿 柱子那么高 那中间有多少stop 然后有多少的短停 所以他讲的是有那种望远 望家乡 望不到回去的路 也就表示我还在他乡 游这个漫游 还不能回去 所以一个程序就写得非常的紧然 前面先讲紧 眺望远方的紧 然后慢慢告诉女士 我在高楼上 那我在高楼上为什么呢 带着愁绪 为什么 夕阳夕下 逼家那么久 我不能回去 等等等等 一些的情绪就出来了 所以这是一个写得很动人的 好 我分析完毕以后 现在 提醒 你们看一看 他的评测结构 有没有跟诗一模一样 尤其倒是七言五言 回想一下 我们前面讲 如果你是格律 第二句要怎么样 凭着要怎么样 要连还是对 对 所谓的对是凭着要相同 还是相反 相反 好 你看第一句 平立默默 焉如之 凭着是什么 平平 这 这 平平这 对不对 第二句 平平 这 平平这 我们律师有这样吗 没有 所以你看格律就不同 各位不是礼牌这样的 每个人都这样舔 所以你就知道 这个音乐是定格的 所以菩萨 没有人否定 他绝对是个词调 跟竹子词 鱼鸽子 甚至于江南可彩年 那些 这个乐辅 是诗 是词 大家还有点争议 我们广泛的 把他纳入 词的起源源头 但是这个人家 就没办法 没有一个会说 这是格谣 而且他外来的 没有一个人会说 是乐辅 因为他是外来的曲子 好 各位 再来第二个观点 这是很细微的 你知道李白田 这个菩萨吗 也许你一手不准 你回去 等一下我们后面 我们后面 还有一个温婷云 他一共舔了十五首 但是听说是丢掉一首 只剩下这个 你看温婷云舔的 小三重叠 经命命 第一个字不论 来你说他的平这 是什么 平平 这这 因为上熬下旧 这就是熬旧概念 本来要平平 这边要这这 结果你这边 该平你做这 第三个字我就 该这我做平 这个就叫做熬旧 所以大原则 他还是平平 这这平平这 大家看到 第二句 平平这这 平平这 有没有看到 病云的病 第一个字可不论 其他的平平这这 平平这 有没有 李白填 温定云 温定云是晚唐了 还是这样填 好 如果 你在看上去 我们等一下 越来越细 你说 你会忠于说 哦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各位你看 第三句 敏色入高楼 各位 这这这平平 对不对 好 这这这平 如果我们 不要说第三句 我们第三句 不是说一二是对吗 二三要怎么样 要黏嘛 如果要黏的话 应该是平平 这这平 如果你要这这平 可是他变成 这这这平平 有没有看到 所以对联关系 在这个支牌里头 完全不存在 好 再来 那两个算是一个 家运 你看哦 支跟币 对不对 可是到这个地方 楼跟筹 好 你说股师嘛 本来就是A运 B运 系运可以转运嘛 这没有关系 A转B 两句一转 你看又转C 利跟G 有没有 到最后 核数之归成 长亭亭亭亭亭 A转B 转C 转B 各位 这种在词的术语上 就叫做转运 那个转来转去的转运 这个词的压运很复杂 我是先告诉你 A转B 转C 转D 这在股市里头 绝对有的 转运 股市也绝对有 不是 不是词的 转利 不是词的转利 所以压运 A转B转去没有问题 但是 请你注意看 它的 这这这瓶瓶下去 照道理讲 是瓶瓶什么 如果你这边要楼 要押韵 这边也要楼 你要押韵的时候 是这这这瓶瓶 瓶瓶 这这瓶 对不对 好 请记得 这个就是我告诉你 为什么叫做半音跟全音的地方 你这个地方 楼上筹 有没有看到下面这一句 五言诗最后结句 连短停 好 你再看 苏喜词 平这瓶 金这孤 平这瓶 有没有发现 各位 这个 我不是说二甲一下三年 律师很忌讳吗 可是我这个地方就跳脱 半音 我们办法跟你全音给你拉 所以 温庭云一共填了 十四雀 因为丢掉一雀 这里头只有六个结尾句 各位 十四雀如果上下片的结句 就二十八句 二十八句只有六个句子是 瓶瓶 这这瓶是诗的格律 好 这六个句子的有四个是入生字 因为苏喜的苏是入 入生可以带平生 所以只有两个 如果严格的来说 按照此的格律是出律的 其他全部是凭这瓶 其他二十二句 全部是凭这瓶 所以这凭这瓶 是菩萨版的定律 那也因为这样 我要告诉各位 如果你手上 你手上看的一些版本 各位楼上筹 没有其他版本 这个连短评 那就是自作聪明的文人 不对不对啊 那这个何处是归成 这这这瓶瓶 这应该也是瓶瓶 这这瓶啊 这个怎么不孤瓶呢 把它改为更短瓶 何处是归成长瓶 更短瓶 很得意 你看瓶瓶 这这瓶 你错了 I am 瓶瓶 I am 瓶 not 瓶 用瓶的概念 就把它调了 那你要调 告诉我 这边也调 有人楼上的楼 那你也改 也改这这瓶 又改不动 知道意思吗 不能乱改 它就是瓶这瓶 所以这就是跟瓶 对联关系也没有 然后这两个句子 在这个地方就跳脱 就告诉你 音乐跟瓶不一样 懂了没有 你看这本也是 欲界下半吹开始 欲界空助力 瓶瓶瓶瓶瓶瓶 树鸟归飞局 这这照到底讲 瓶瓶瓶 这个是很OK的 因为它要押韵 这个完全是的例子 好 何处是归成 瓶瓶瓶瓶瓶瓶 瓶瓶瓶瓶瓶 不是瓶瓶瓶瓶 所以我讲这个比较细 也很少人会跟你讲这个东西 你说原来瓶的律 跟瓶的律 不是一概看 所以为什么叫做填词 为什么叫做做诗 做诗你只要告诉我 第一句你是瓶瓶瓶瓶 我第二句一定会做瓶瓶 瓶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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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瓶 第三句我一定做瓶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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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顶多熟悉的诗其却脑子里会有 说老师 你来弄个炼瓶瓶瓶瓶瓶 那么卖词 我们讲那个长的 各位 我没有扑 我觉得填不下去 所以叫做填词 一定要按照那填词 困难度在这边 这个词 最麻烦的就是评测 因为它没有对联关系跟你寻 当然有一些纯粹七言的五言的还会有 那是介于诗跟词之间 基本上是没办法 但是词的押韵就非常宽了 它开始整合了 因为在宋代 你在唐代 这我们下次都会告诉你 先有一个概念 说一东二东不能怎么样 到了宋代全部架在一起了 一东二东的字 它同应了它整合在一起 平生你全部都混压 然后这生你就平生跟这生混压 入生单独独立 下一次我们再说 下次你们不要头头大了 讲完了你就恍然大悟 所以我说这些尝试基本 我们下一次讲文学史 你们就比较有概念 现在懂了没有 为什么这叫做外来曲 它不是守着对联的传统的诗的格律 这样让你这样去做 它要按照你的音乐 人家多你这个音要做什么 人家堆你的音要做什么 是要去填的 要去填的 好 那我现在 因为这个谱 在菩萨我们在台湾 最常看到的是 李明老师宋慈古畅考定 他的一本书 自己定 他说是在山东济南 新加宣新记者的故乡 以及江西 他们那时候十万青年十万军 号召年轻人出来对峙抗战的时候 他们辗转流离 后来就到了这个池人的故乡 在水井里挖出来了 而且挖出了反切谱 这个 也就都 他会给你写 得红切这样子的 他不是斗雷密 他是用反切来唱这个东西 所以这李老师厉害 他在秀的时候 而且是红色的笔这样写 所以那个 南京大学生育学的老师 那个卢老师都 哎呀 这个绝了这个东西 他居然能够把它翻拍 就是翻成了我们一般的五线谱 翻了三十几首 所以你现在网络上看到李老师传唱的 大概有三十五首左右 那我们在台湾非常流行 也曾经被邀请到 李登卫时代 邀请到总统府去表演解说 那个老师很天才 自己拉胡琴 那有人要打拍 必须有人帮忙 拉胡琴 然后自己能够 无其不有 那个李敏先生 你在网络上都可以看到他 那我 因为他的调子 以我的感觉 他这个调子 是比较适合去谱 温廷云的菩萨门 因为比较轻柔 所以我这边 刻意要教各位 是因为从内地到台湾的教授 以及我们本地的诗社 刚刚我第一个时间就讲 刚开始大家不晓得这个乐谱 怎么去传唱的时候 因为九宫大臣部的翻译 都是后来的 那只有靠诗社的老师 把它传唱出来 你听听看 这两个不管是内地的 或者是台湾诗社老师 很巧都是按照我们这个节奏来 各位这个就是我们刚刚念的 平林默默 言辱志 知道就是这样 好 我们先看内地来了 平林默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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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默� 有没有 这个就叫做一字形枪 这个就一字形枪 我可以把这长短句 也可以把它变成唱出来的歌给你听 这是内地传到每一次在上课 那些外省老师在唱的时候 好知名 那后来我们台湾的诗色的调子也传出来 非常的巧 完全按照 那时候九宫大臣不像现在都已经翻了 我倒反而没去听 现在翻出来菩萨们该怎么唱 等一下我会唱李老师的 他自己翻的 那音乐性你听的就更强 可是他比较柔 我是觉得他 他说古井底抓出来的 而且他示范就是温婷云的小三重叠 那你一听那个音色 就是为了内阙齿的内红来扑的 他不是油脂三感 他是龟宗少妇打扮的美美的有所等待 等一下我上到那边我来告诉你 他为什么要这样写 温婷为什么这样写 我等一下再告诉你 你看台湾诗色怎么要传这个调 一模一样 所以我说在如果这些五元七元你碰到了这些 真的很可以懂那个道理 一自身行枪是绝对行的东西 我就很会啊 下一次我春花秋威我会弄给你看李玉的一些作品 因为这都人家都有了嘛 我就不必再去听听看 台湾诗色的 爱思念 君素月 黑天 当他唯有 盘线 你 没 没 没 though 猴鬼鬼劫 何处是鬼天 重点连断点 巧不巧 如果说这是民政留下来的调子 那跟内地的老师来台湾之后 完全是一字深形象 无碍于 菩萨玛是唱出来的曲子 为了让你有一个明显的比较 我们跳过去上温庭云的菩萨玛 让你一听 你就会知道原来是这样 所以你要填止这些地方细节都要非常注意 各位 你看他这个入身就没那么多 你们也把这个另一边 是不是这一切是你们都会背 你们选的词选第一首是不是念这个 不是 菩萨玛李白的那首倒是大家都 因为有些书具记载说 李白菩萨玛是百代词曲之主 是第一首 李白的名气那么大 你一场百代词曲之主 马上就砰你来菩萨玛就出来了 因为鱼格子那些都是地方民谣 大家认为不是外来音乐 只是我们中国人 我们有一个人填那么多人都在填 也是啊 才把它涵盖进来 但是他的音乐 你知道这种叫做燕乐 我讲过一个炎字旁这个燕子的燕 这个燕乐也就是宴会时候唱的歌 所以有些版本也写那个宴会的燕 知道啊 炎字边这个燕跟那个宴会的燕一样 实在是你娱乐快乐都是唱的 然后你的竹子词鱼格子 甚至有我们唱江南河采年 我们有时候是在采年的时候啊 不是在那个鱼冰浅信啊 不是在歌馆楼台唱的 性质不太一样 因为民间的歌谣不是外来音乐 但是因为他可以唱 然后我们就觉得我们一个人唱 那边都那么多人喝 我们应该推到那边去 你知道我们华人有时候就是 常常就是自尊性很强的 怎么可以外来音乐 由他们来开始呢 所以我们也尊重了 每个人的想法 各位你念一遍 我刚刚看你们摇头 这一却读过的举手 真的吗 你看我跟你讲 真的小三重跌 大家都会背 好 小三重跌 三四 小三重跌 金云灭 并云必度 相在血 胆起 坐马而陪 弄妆 书 喜 池 照花 前后 敬 花面 交相应 兴 金天 秀 如如 状 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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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先这样 第一个 你的first version 不管你以前读过 或是说现在你第一次读过 你认为温婷云 这却词 是在写什么 写女子 做什么 化妆 的确的确真的真的 好等一下 我再告诉你 一个人 要填十四 他本来记载是十五雀 他说丢掉一雀 一个人文人 那么无聊 天天在填女子梳妆 可以填到十五雀 所以这也是清代人 长州之外一个非常大的问号 第二种说法 我等一下再告诉你 那种说法就是 有就有一些故事可以说 我们现在看 的的确确本来是写女子 乘起梳妆 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在等待 你可以看看 一个女子 每天乘起梳妆 打扮漂漂亮亮在等待 你不是写一切 大家都知道了吗 你要填到十四卷十五卷 why 知道吗 why 为什么这样 好 我们看 他说小扇重叠 各位这个小扇 就是你画的小扇梅 我们古代画眉毛 知道 两眉之间 你这边会有梅花妆 小扇就画这边 所以我今天 这个看上去 这位女孩子 她那个画在两眉之间的 这个小扇化妆 重叠 还有那个阴影在 你可以想想 她昨天晚上卸妆 大概没有卸完整 那为什么卸妆没有完整 等一下我会告诉你答案 所以你可以看到 小扇重叠 还有明有暗 知道 有明有暗在那边 各位 今天 我是 I am long time tonight 孤孤单单的 等待着没有回来陪我 女为月己则荣 知道吧 你不回来 算了 我邋遢一点 小扇重叠 别静蜜蜜就这样 起来的 额眉间的 那个画的小三眉 还有这样 好 病云一度相塞血 你看这个女孩子 各位 病云是两边的头发 所以相塞血 就是你的血白的几乎 然后她还在 你看这边 难起化额眉 这表示还卧榻上 你老早就要起来了 你女孩子可以睡那么久 所以根本难得起来化妆 所以你就看她都睡 卧在那个卧榻里头 那个病翻来覆去 各位 这边的画过去 这个病法 画左边 这边左边的就还 还有脸上 都还没有整理书装 那几个法师 飘在脸上 叫做病云 欲渡 知道吧 有没有很慵懒 你千万不能说 me too 我就打你 我告诉你 Legiphone 都还在那边翻来覆去 然后看一下 那个妆没有推 蓝起化额眉 哎呀 我根本没有心情 你为月子则容 我要画给谁看了 所以她就 懒这个字 就出现了情绪了 懒起化额眉 她非常的慵懒 弄妆 梳洗 词 各位 一个是懒 然后你在化妆的时候 就无精打采 知道吧 要画不画的 要梳理不梳理的 可是你不要忘 她毕竟还在打扮 知道吧 即使她的情绪 很低潮 很如何 她还是要打扮 只是没有那么样的 勤快的打扮 她不是急着要去 被人看 也不是急着要去约会 知道吧 没有人注意她 蓝起化 所以前半段 你看 雍雍蓝蓝的女子 可是打扮起来以后 她怎么样 照花前后镜 女孩子打扮之后 各位前面的一个大镜子 后面拿个小镜子 知道吧 就在门 你绝对没有说 先插花再化妆的 所有的化妆 化好了以后 你外头打扮 要怎么打扮 再来 所以我就照花前后 小镜子跟大镜子 再来 画面交相应 自己看起来 我还是蛮美的 刚刚不是懒惰的 要不做什么 画面交相应 可见这女孩子 归宗少妇 大家归妇 还是画的美美的 画面交相应 脸也漂亮 头发 装画起来 我就是那么漂亮 不然你要怎么 我就是那么漂亮 各位漂亮还不打紧 新铁绣裸乳 各位新鲜的花样子 各位那个裸乳 就是女孩子穿的上衣 叫做裸 可见啊 他绝对不是皮肤皮肤啊 不是那个套杂 要去做蝉 不是要种田下 种田的那女孩 你看他绣 是穿着一个 裸布做的上衣 然后在新铁 各位新铁 就是新鲜的花样子 女孩子化完 妆之后 我要做女工 知道啊 我就开始在刺绣 我就在我自己的短衣服上 开始刺绣 我先母啊 我的妈妈 也是刺绣一流的 我小时候看到他那个 拿着那个花样子 在绣 实在是很佩服 我到书绣也看过 那个我们国宝级的书绣 那是双命绣 知道啊 参观之后服的要命 那个才艺实在是 你们看过吗 真的是很了不起 所以他绣绣绣绣 各位 绣出他的心情了 他绣什么 他在一方绣什么 绣出他的心声了 双双 金这姑 各位 我在前面曾经说过了 这姑娘的叫声是什么 非常好 行不得也哥哥 行不得也哥哥 行不得也默哥 各位 他内心等待 他的自秀自秀 很不小心的 就把他心声说出来 我多么期待 他绣的是双双对对的这姑娘 然后就一面告诉你 行不得也哥哥 行不得也哥哥 希望你早早回来 我们陶醉在两清相约 各位 温婷云写了 使务手 就算一首 十四首都是这样的内容 你读了以后 快没病 我告诉你 读了就读了 我们在台湾有两个人很正义 都是台大的 都是我的前辈 一个跟我比较接近 吴鸿毅先生说 如果他是丢掉 绝对不能叫连章词 只是叫主词 各位主词跟连章词的特色 你这个要有概念 一个是主词 一个连章词 等一下我们 那个 那个马上 主词词也要讲这个问题 同样 你先要有这个概念 各位主词就是 我菩萨满 假设我一辈子做三十手 然后是十岁做的 二十岁做的 五十岁做的 现在我要编 极子了 我全部会在一起 各位那个就叫主词 组合起来 前后没有关系的 这个叫主词 所以我那个 吴鸿毅先生 一直很坚持 后来到香港中文大学 做客 他为了这个 还跟他的 他的老师辈的人在杠 另外一个是张宇仁老师 他是学三传国语的 学经学的 后来研究花间集 两次的花间论文集 得到了我们那边 科技部的杰出讲述 他在序里头还特别提到我 是我的学生告诉我 老师你被 你被那个张宇仁老师称赞了 这个辅之乙人 所有的乙 人等的乙有辅人 那个乙人张宇仁先生 你去查都可以看到 花间集论集 那吴鸿毅先生 最后也是菩萨满 温廷云菩萨满 什么他也出了书 两个人刚 张宇仁老师却认为 他是连张词 这是的确 温廷云的菩萨满 他头头是道的讲给你听 虽然丢掉一首 他是无碍于 你看这是早上起来 那第二首是起来 以后做什么什么 他可以 真的是老人家 可以把他四首串成 所以然 也不容易 知道 所以记得 祖词跟连张词吧 请记得 你只要看到 就像刘雨昕写的十二首逐字词 他是有一组是三首 有一组是九首 如果分开来 你也许前后可以找出关系 你就要连张 有人把刘雨昕的集资词刻起来 把逐字词汇整的十二首 各位那只能叫什么 主词 现在主词跟连张词 懂了没有 连张比如说 江南好风景旧城安 江南什么 其次亦什么 对对江南亦其次亦什么 最后一二三 顺序都不能掉 江南好风景第一首 其次你不能把它摆到前面 那一定是第二首 那种就叫连张 懂了没有 主词连张词 这个概念 好 现在要来解释这个问题了 那温庭云的菩萨蛮 为什么要填那么多 有一本书 把这个道理说了 温礼就是这样 孙光县 各位 古代 接近晚堂 他最容易知道当时的故事 他有一本书叫做 北梦所言 你就记得 内容我说给你听 但是你记得这本书 他说 我跟你记载一些 听到的 有的没的话 有点像周密 奇东野语 各位 孟子说奇东野人业 我听到了 在浙江之附近听到的一些文人的事情 我就把它记下来 他说什么呢 各位还记得 我说过了 提拔李商隐 很重要的一个人物叫做令狐楚 对 他的儿子是令狐桃 各位 我们令狐家里 都是宣宗时代 他的儿子也当了宰相 东苏省 结果宣宗 唐宣宗非常喜欢听菩萨们 各位 皇上喜欢听流行曲子 已经不是今天了 宋仁宗不是喜欢听刘勇的吗 对不对 我们福建那个刘勇填的词 他自己在宫中唱 唱的唱后来唱到了 那个他的贺宗天 忍把福明换曲 浅真低唱 我们刘勇去考试的时候就把它刻意刷了 你不是说不要来吗 怎么去追求公民去换曲浅真 你就去浅真低唱 刘勇时代有个倒霉的影响 第二次改的名字 本来叫柳三变 后来改的刘勇才考上去 改名字才考 这个故事都有 所以我说天哪 那个金主不是读了 他的有山丘柜子 十里和花帽 有将来那么美 我们就顺便看一下 到华人地方去 那大大的铁蹄就走下来了 所以皇上喜欢唱流行歌 多得很 你被以为他每天都在唱 亚乐 每天都唱国歌 没有啦 他也在唱流行歌 尤其是我们台湾 那个民族选举的时候 你知道 你到客家庄去 你会跟他 同山过台湾 没有半点钱 三门港山港山港天 你都要唱下去 听过吗 没有啊 你到门南庄去 一时是一面玩弹 一时路平面丹 我很适合就这样选总统 什么歌要我都会唱 我那个票据投给你 哎呦他都我们客家人多好 请问他们要不要唱下离巴去 要嘛不然你怎么选举啊 我们现在台湾又在开始选了 又一大堆开始 你只要选总统的最好 这些民间的流行歌 你都要记一下 等着我去选 各位啊 这个令胡桃啊 唐宣宗很喜欢听菩萨满 就把令胡桃叫过来 哎拜托拜托 你给我填几句菩萨满 给我听听嘛 令胡桃说 哇哇哇 你想听哦 好我有办法 我来填 各位令胡桃啊 大老粗啊 他怎么会填 就去找温庭云 Please come here I have some questions ask you 你能不能帮我填一填 他都没问题啊 各位温庭云想 皇上要听的哦 那我就写给你听 各位这就像刘勇在填那个望海潮 东南行神将无温庭云 你知道刘勇为什么要写西湖的美吗 因为那个孙勉大将军要来西湖考察 知道好孙勉 他知道你是政官员要来我这个地方 在宋代就叫做太守 他就故意写的西湖多美多美 哎呀归去奉此夸 你你如果回到中苏神的时候 去夸要说西湖有多美 各位当你去夸的时候 皇上说这个是谁写的啊 刘勇在期待 我写的啦 刘勇就有机会被找去了 李白不就这样舔一舔 舔到那边去吗 他不想要选中 也是艺术家 只把你艺术天分给你发扬而已 他政治长才 他根本看不到 所以李白只能说碰上艺术家 我跟你讲倒霉 所以刘勇也是这样啊 拜托拜托 你把这个词就回去中苏神说 我这个地方有那么美 人家就会说谁填的啊 哦福建那个柳三边 哦 please到中央来 他当然落空了 温廷云想说千载机会 你知道温廷云考公民 就是没考好吗 温廷云这个人 真是的一辈子的命运 他替人家代考 那个人就考上 知道他去代考 那个人就录取军事 自己考都考不上 而且他每一次八叉手 诗就成 各位要做那个律诗嘛 一句写下来 第二句插又写下来 所以我常常温八叉对什么 对曹七部 我对的 曹七部 七部成诗嘛 他这温八叉 你看温廷云 曹七部温廷云 所以他就想机会来了 宁胡桃要给皇上 那我就一确 想说我是归宗少妇 画得美美的 各位美人香草 不是古代都这样来吗 你就发现说 民间有那么美 不是有个 那个李延年不是写个家人歌吗 对不对 家人一再 一故亲人家人难在得 他妹妹不就进宫去了吗 所以哦 李温廷云就想 我这样让你宣宗皇帝唱个过瘾 可是他没有想到宣宗皇帝 根本浑然不觉 创一遍 没发现这个人在说什么 创二遍 唱十四遍都没有在说什么 这个温廷云在这边等得很久 奇怪了 我不是填了十几届去吗 皇上怎么唱了 一点感觉都没有 然后就跑去 因为令胡桃跟皇上说 那个菩萨蛮 是我填的 那如果是令胡桃 你已经宰相了 你知道 你已经在中枢省了 当行政院长 如果这样说 那我还要给你安排什么职务 所以难怪宣宗有没有想到 因为令胡桃说他 问题我想这奇怪 这怎么传言 不是他填的 怎么说是他的呢 有一天就跑去找令胡桃了 两个人吵起来了 令胡宰相 你叫我填的老半天 这个皇上唱了唱都没有感觉 你不知道我在里头在做什么 我就是那美丽漂亮的姑娘 很有才华 我每天都在等 我等待的是皇上关爱的眼神 令胡桃说 我不是叫你不要说 你怎么说出去了 因为这个事情令胡桃听到 令胡桃先听到 因为他告诉文婷云 不能讲是你填的 知道 文婷云是等了很久 没有把这个话说了 人家就传到令胡桃 令胡桃是找文婷云来骂 文婷云说 我给你颜色 我替你填 你还不关爱我 你还这样说 你简直 他骂了 你简直中苏省做了一个老初 就是你一个老初 还要主持行政 骂了回去 文婷云的公民 当然一辈子都没忘 各位 如果是这样的立场的时候 所以你知道 清代常祖慈拜强调 只要有寄托 都认为 这就是美人香草 跟虚言的城市一样 各位把温婷云的菩萨们 提告到这个城市 不要说别人 王国为 也认为说你们要宛约持有所寄托 要选温婷云作为最高标准 所以我才说 百约持家之主 知道 绝对不是说从北宋 是东坡 周邦宴 然后南宋 什么新契级 江奎 老早 温婷云就已经有所寄托了 所以这个是 伤心人 别有怀抱 我有寄托 各位如果有这样子下来的话 菩萨的位阶高不高了 高不高了 高了 因为美人 不是这个漂亮的美人 天正在梳妆 雍雍蓝蓝 而是他在写 言外之意 甚是 有没有注意到 像我这样有才华的人 来重用我 温婷云你知道 最高的位阶是吗 你看看花间纪写的 花间纪就是先写官名 你看伪庄 他写的伪像庄 伪庄后来晚唐的时候 西俗请他过去 他就不再回唐代了 唐代终于灭亡 所以伪庄是很有远见的 所以他当过西俗的宰相 温婷云就写温助教 各位这个助教 不是assistant 我们现在的助教 这个助教就是你在 国子健里头 就是国学里头 你专门从事 是训导工作的 那个叫做助教 不是跟我们现在的 你在那边教学生 什么实习 什么不一样的 就管理学生生活 几句什么 协助教授 国子先生 陈入太学 赵苏生立管下约 那个国子先生 来办理学务工作的 所以他最多 最多助教成本 其他没有 所以有时候 本来提拔他的人 这个享受这个刺史 提拔他给他一个做 没想到那个刺史被贬了 所以他机会实在是很差 温天云那一辈子 坎坷 所以如果填这样的话 那这菩萨满的记忆 知道 就非常的高远 可不是我们想到的 怎么这个女子 温温暖暖暖的 懒暖暖的 懒暖还不起床 如何这边叫你 五六点起来写书法 跟我练经书 你都不起来 我就咚咚咚咚 用喇叭 威尔斯全部听到 我告诉你 现在是三点半 我们休息一下 我等一下唱唱看 能不能表现 轻柔的声音给你听 男子而作 过瘾 现在正在激动 很难 让我休息个几分钟 好不好 然后你就听听看 李老师 他看到的谱 怎么来诠释他 非常适合 然后你听到了以后 你要学像这种 化妆慈目之感的 曲调那种味道 我希望你就发落 李敏先生的 跟我们刚刚 李白那个菩萨 就不一样的一经 好 我们休息一下 谢谢 各位你听 因为我自己在搞音唱 我总觉得李老师的这一曲 是冲着温婷云的这一曲谱的 他是这样唱的 温婷云菩萨满 小山葱云菩萨满 花面脚相应 心铁销落入 双双金折骨 我已经拦子做归音 该呆的地方 我就尽量呆了 你觉得哪个地方 小山葱爹 哎我的妈爹 讲好那个地方 然后那个 招花呆 我每次要学这个 我都学着自己 我学着好不好听啊 真的还假的啊 你们回去给我叮叮看 叮好以后才来秀 所以你知道他把那个女孩子 化妆的那个 那种叮叮的那种心情 磁缓的心情 真的是普得 蛮有意思的 你说刚刚这个 跑去唱那歌 你给我唱这个 贫妮默默言如止 寒山一带 伤心彼 我好像礼拜三今半夜 都会来打我 我保证礼拜三今半夜 来打我 所以各位 你深情深情的重要 就在这边 你不能硬套 套过去就麻烦 所以李美老师的学生 在李老师在教 温廷允的菩萨 你要上十四卷 因为我讲过嘛 都是归宗少妇 打扮的漂漂亮 有所等待 你就让他呛 你就让他哗 咪 你就让他这样没关系 李白你跟他 十五 李白何许人也 你又唱那么轻柔 他不是写那个美女嘛 大家一定要记得 音乐就是这样 我现在知道菩萨嘛 你还是 李白的还是根据传统 那个平平稳稳 我是思想有所等待 拼您摸摸 一眼如指 你就不要拼您摸摸 哎呦呀 你这样子上前 我也很难受 好 这个没问题吧 好 再下来 本来我们的讲义 是秋风银 这个就是我讲的 我为什么选了这个 是那个外来传来的曲式 一个就是你去点进去 秋风银包括宝灶 包括南朝的 很多人都写过秋风银 像这样一个题目 然后大家都填了 你要怎么去设 我昨天也讲 春江花月月 知道 这个 那个 那个枪敬酒 都不会只有一个人填 你去查 那个郭茂倩的岳辅诗集 都有一堆人填 可是他就是没有 像菩萨那种规矩的旋律 没有那个规矩的 那个那个句式 可以让你找 你填的枪敬酒 你填的春江花月月 也许春江花月月 只有十句 人家填了两百多字 填了大概三四十句 知道 你填的那个 这个江敬酒 大概只有十二句 礼拜填的就那么多句 所以没有一个定格 秋风银也是如此 但是有人认为说 居然可以唱 这个隐 就是令隐静慢 你要知道 竟然叫做隐 我们词啊 有所谓的令 有所谓的隐 有所谓的静 有所谓的慢 各位 令就是小曲子 我那天不是 俊家和楚诸 无缺诸在还能小令吗 所以你唱到了 鱼鸽子 西筛三千波路飞 等一下我就会教你 基本上那是小令曲 影就是一个大曲 就像苏东坡的水调歌头 有没有 水调是个大曲 那是我们 假设我们这个乐团的 这个西洋的opera 知道啊 你有十几个曲子 然后前面也许 我在引导观众来听 中间要入破 可以 要到可以唱的地方 我们叫做变 你可以讲一变 两变三变 我们这下一次上文学史的时候 这个脉络 我会再让你提醒的很清楚 你就会知道 要唱之前的曲子 就是影曲 所以水调是个大曲 水调要唱之前的歌头 有没有看到 唱歌前面那个曲子 所以以前没有人填 那我苏东坡来跟你填 就叫水调歌头 抓一组曲子的那个来填 影就是这样 所以令的节奏最快 影要到唱 主角要登场了 所以那个影的节奏 会稍微慢一点 各位到了 进就已经要进入 慢曲来唱 音乐更缓 到了慢 各位音乐就最缓 最从容不迫的了 令影进慢的程序是这样 那这个是音乐名词 如果这样讲 你就很麻烦 有人就说了 干脆到了清代 你说要解释给年轻人知道 那挺麻烦 令 59字以下就叫做令 他就这样讲了 慢 90字以上的就叫 慢 那就叫做长调 就变成了三个了 令词 小令 中调 中调就是 六十字到九十字之间 你去看那个定义了 各位用文字来切割音乐 这是非常不得已的 全于处置 绝对不是事实 各位你也有 很短的歌词 可是唱得很悠缓的 音乐不是这样吗 你歌词很短 你也可以唱得很慢 这我们都有的 连故乡 连故乡 故乡 真真好 那个歌词也不长 可是你怎么说 字数 59以下 他就令词 所以他是为了 让人家方便 你去切 因为大致上 令词的确是比较短 你方便切 但是用字数来切割 令引进慢 用字数切的时候 只有三个了 就是小令中调 长调了 这令引进慢 到了那边就变成 小令 中调 然后长调 你去看 然后他们就定格 这是59字以下的 这是60字到90字 然后91字以上 就叫做长调 这样来划分 不得已 你点进去 毛弦书 是他开始说的 毛弦书 所以他开始说 那个字数限制 不得已的处理 方便大家 就小令中调 长调 所以你在研究 论文的时候 这个宋 这个宋代小令研究 宋代中调研究 你大致知道 你大致知道他在根据做什么 不然的话 这音乐 基本上就是我刚刚讲 令就是比较极速的曲子 所以你很可能 现在不是有很多rap 常常要面对不是唱得也很快吗 知道 那都是令词的概念 然后静影 就是要接近主题曲要唱的时候 因为慢词绝对是主题 慢慢悠缓的唱 悠缓的唱给你听一下 好 我们现在来看秋风 影 因为他有一个影 有没有 令影 静慢 有人就说 这应该就是词的前身 也有 是为了落实礼牌 应该是词曲之主 最重要是这样 但是你去看这个 基本上我们还是列入乐福诗的 秋风影 如果你去查那个乐福诗 他放在的是古琴曲 古琴曲谱里头 他收了这个曲子 那我们现在唱的调子 我们讲古琴谱 如果在现在来看 现在的琴曲有到三千多曲 然后保守 也有三千多首古琴曲 很麻烦 包括阳关三叠有古琴谱的 不只是那个未曾遭遇而已 我都听过了 那些曲子 好优凡好慢 琴曲就不能 很快 不能这样谈 除非你是那个 那个古琴 一面古一面琴 知道 那才是 才会这样子做 好 各位听听看 这个 我想你们也念一遍 然后你可以看 明 有没有发现 从哪里他是分段的 琴 对 这边结束 然后呢 是琴吗 日我 相思门 之我相思苦 常相思细 常相义 到金这个地方 看到没有 亲 明 金 然后 相思相见 之何日 此时此夜 然为琴 日我相思门 知我相思苦 各位到这个地方 你那个压运 如果以那个 恩的运 在一起的话 难为琴的琴 应该是结束 底下那个 吉跟义 跟四 它是压入身 所以切割的时候 应该是从这边切 然后这个苦 就比较特殊的字了 很特殊 既不属于上 也不属于下 变成了单独孤立一个 懂吗 两句这个苦 一个是明到琴 一个苦 这两句独立了 然后一 吉 四 都是入身 知道吗 化成这样 这有没有道理 你们念一遍 三 四 此时此夜 难为琴 入我相思门 指我相思苦 常相思细 常相意 断相思细 无穷迹 早知如此伴人心 何如当初 莫 相思 你绝对 没有料到 李白也会写 儿女事情 写得那么细腻的 所以我说 因为这个影制的关系 属于 词的令影 静慢的一个体 大家就认为说 也可以化入 诵词 何况 的的确确 李白之外 也还有人写秋风影 但是我刚才已经说了 他们的规矩 无可考 也不晓得是短是长 都不知道 只是一个影制 好 我们听听看 这个古琴符 如果你们音乐剧搭配的时候 这个听起来真是蛮好听的 求风轻 求月明 若也去欢山 海涯起腹筋 想知 想见之 太低了 从头 讨厌 所以那个没有琴符 真麻烦 这边低不下去了 抱歉抱歉 这可能不能刷掉 你负责刷掉 把一诗一鸣毁于唱 底下要低了 求风轻 求月明 若也去欢山 汉涯起腹筋 相识 相识 相见之 何日 此时 此夜 朗未 尽 如我 相识 门 之 我相识 苦 苍识 也先知 和 有 有 当初莫相识 我尽量唱很轻柔了 因为他在写相识之情 但是那个低的地方 那个合字的那地方 还是唱得不够好 那个我想内容 最主要就告诉你说 李白的很多的作品 好多人就是因为他是 认定是百代秩序之主 所以一定要把他排进去 就好像那个义琴娥 知道 小生夜 琴娥和梦端 琴楼月 琴楼月 年年流色 八临赏别 李白的另外一首就义琴娥 在写西阳西下 禅照汉家林雀那一首 也被列入词的起源之一 那如果是这个 菩萨满疫情额 我比较没意见 因为那对有人继续的填 有一定的格率可以 那把你把秋风影这些东西 也都摆进了 所以你看全堂五代词 就全部列进去 李白还不止这几首 有一些 若是他叫做百代词序之主 我个人就比较保留 因为他没有其他人继续 follow这个格式来填 我只是这样介绍给你听 那李白会填词这个事情 在学界是可以认定 那他的作品 是不是就是他原来的样子 就是有保留的 有保留的 这个我就不必解释吧 你应该都看得懂嘛 然后你如果会弹琴的人 去找那个古琴谱 这个就是琴谱过来的 所以琴谱也是唱词的 一个重要的依据 我们等一下会再讲 有一首琴谱就是从日本传回来的 我们慢慢介绍 我都会把那个唱的 如果你有兴趣 你就找那个谱来看 那么在介绍竹子之前 我穿插了鱼鸽子 我昨天说了 后来我想到为什么这个地方 鱼鸽子我没有摆进来 因为我们有上过江南可彩莲 因为我想说一个西南 一个东南 但是作为一个磁牌的话 那么真正的赤牌 鱼鸽子是被纳进去的 因为他有长团去 就在黑板上 那么这个 如果你知道这个背景 也蛮有意思的 张志和其实本来在在朝为官 但是有一次被罢处就是贬官了 他觉得说 此地不留人 自有留爷处 我何必跟你们这些人 去那边计较一些什么 他说真的放下 真的放得开 就长阳在湖州的山水之间 各位他有个好朋友 叫做颜真卿 颜真卿跟他们是 知道这个人的委屈 所以当颜真卿到了湖州赤死 各位张志和就去拜访了这好朋友 因为这就是意气相续的朋友 你来 那我来跟你再一块 结果两个一句面 然后长阳在这烟泼山水之中 就舔了这个鱼鸽子 非常自然清新 西塞山前 波路飞 桃花流水 跪于回 清若丽 路缩衣 下风 细雨 不虚归 各位 这一却词被认定为 为什么认定为 确定是词 不但是张志和舔 很多人都舔鱼鸽子 你跟他爬树下来 唐宋鱼鸽子一堆 不要说我们国人在舔 华人在舔 日本的丑尔天王 也舔了鱼鸽子 日本的第一阙词 就是丑尔天王舔的 日本的舔词的开始 你只要找日本的词 第一阙词就丑尔天王 舔的是什么 鱼鸽子 你看对张志和的景仰 那个烟颇吊手 对玄真子那种 可以放下一切的那种向往 向往大致的情绪 感染了日本天王 所以日本人 日本舔词是什么 都要记载这件事情 好 各位他跟严真卿两个人 这还不是什么 严真卿 后来离开了 他要写一些木字名等等 也交代 一定要谁写 他写 所以朋友有这样的一个意气 好 那你现在来看 西塞三浅白鹿飞 这个你很可以教小朋友 我本来是跳着不讲 然后我又在想说 这边也有那么多东西 然后哪一天迎新的时候 又要到那个什么 天鹅湖去 然后只要有水的 我们慢慢来 我刚才跟那个 跟那个 他们讲说 是不是伴母方堂一剑开 到最后 把两手放在 要吟唱的最后 我来教你们住戏的 正好到那边天鹅湖 然后这两手又是观束油感 既写紧 又鼓励年轻的新生进来 要有源头活水 不断滚滚来 你的心胸气度 才会越来越宽 然后如果有读书 读到茅塞 不开的地方 也不要急着要做什么 昨日江边春水声 观束油感那两手 我再教给你们吟唱 到时候在那边这样唱 切合那个地理这样等等 但是挺好啊 这位诗词班 要唱这一首 要带动作表演啊 你们要去设想 吟心让他们很高兴 三怎么比啊 三头老三 白鹿怎么比啊 白鹿飞 怎么就这样呢 怎么就这样呢 七仙你飞的不大 要这样飞啊 七三三白鹿飞 桃花流水怎么比 桃花 桃花很好 流水 对对对 鲑鱼飞 鲑鱼怎么比 鲑鱼 好 齐昕等一下你站出来 我觉得 我觉得他比的实在好 轻弱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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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鹿缩衣 缩衣 缩衣大概不能这样 缩衣恐怕整书的 缩衣是长的吧 轻弱令 可以 鹿缩衣 霞风细雨 怎么这叫 霞风细雨啊 风雨啊 不虚归 不虚 鬼 你先 你比的很好啊 那我让你来比 好愉快 陶醉在山水之中 跟着我的节奏 要快啊 你们听听看 我保证你会喜欢 而且一下子就会 学会起来 张智河 鱼歌字 西塞三千波路飞 桃花流水 鬼雨飞 轻弱令 独说已 下风细雨 不虚过瘾 可汗 我再唱啊 你就受不了 一直想笑 害我都快 差点都快笑出来 全班比啊 到时候就到天鹅无狗 比得很愉快 因为跟着我唱 先唱好 暂时不比动作 先唱好 一句一句来 西塞 我没有三四 你不要开口啊 西塞 山千波路飞 三四 西塞 山千波路飞 这好像没有放开啊 憋着干嘛 看着大自然 很愉快这样子 你不要给我写乌鸦飞 这边乌鸦比较多 白鹿 有没有看过啊 我们那个西边 我也看过来 真的有来 所以 有吸水的地方 大家可以 轻松一点 愉快一点 陶醉在 山水之间 西塞 西塞 山千波路飞 桃花流水 鬼鱼飞 青若离 青若离 路所以 三四 路所以 你看路 它是入生 它就是切 所以那个 我们传统的这个 水晶食谱 是有注意到这个地方 青 它是平生 青若离 若离 都是入生 青若离 路所以 平生 摸地亚 所以传统的 好就好在这边 两句 三四 青若离 路所以 从容不破 下风 下风 西雨 不许 鬼 三四 下风 西雨 不许 鬼 那个雨是上升 它有勾上去 一 它有这样 鬼 最后要收 那个一的音 一句一句来 现在可以整体吧 西山 三千 三四 西山 三千 波 路飞 桃花 流水 鬼 雨 飞 青若离 青若离 所以 下风 西雨 不许 鬼 没问题了吧 我不开口 你们来 那我不要夺门就去 西山 三千 三 四 七十五分而已 还没有到九十分 那个 那个调子还不熟 那个东西 现在一面唱一面比动作 每个人都比 开始了 要熟 到时候是 天鹅湖那边没有歌词 你不能背一下 拿着纸在那边 你又不能比 西 塞 三千 三 四 西 塞 三千 波 路 飞 桃花 流水 归 于飞 轻若离如所以 下风细雨不许归 各位韩班长好好给我带 那天没有我就让你白鹿飞 我告诉你 怎么样 各位这样的调子 你说如果当时所有天皇听的 也是穗金之谱 各位穗金之谱来路不小 你知道我们清代在整理的时候 最完整的一个称呼叫 九宫大臣南北池宫谱 各位这是湖北大学 抱歉河北大学就在保定 我都去过 刘崇德教授接近九十几岁的人 那么他的弟子 其实就是我同辈的晚辈 我跟他的老师沈松琴是一块的 他们做了一个 整理九宫大臣谱的一个工作 还在整理 各位后来香港也出版了 我在香港我在想 因为他是19多少年出版 然后香港是20多少年出 我想他可以授权香港出版 所以他们还在整理 他们只要出版都会送我 都会寄过来 他知道我也在搞这个 也听过我的讲演 保定 河北大学里面就叫刘崇德 毛巾刀刘 崇高的崇 德性的德 刘老先生 真了不起带着一群的 然后他底下那些年轻朋友 当然都诸我为老师辈了 很客气 然后他就整理了九宫大臣谱之外 那么清代另外一个人 谢袁淮 他就从那里头 再去汇穗出来叫穗金持平 各位如果是十四卷本 因为穗金持平有大有小 如果是十四卷本 他一共收了四百四十九卷尺牌 各位你知道我们现在被肯定的词牌 被肯定的大概有八百多 接近一千多个词牌 他这到一半还不到了 然后有五百五十八卷尺 也就是一卷尺 你可以唱二卷尺 可以唱这样 这样他流传出来 那如果你是会弹钢琴的 如何这般 你就记得河北大学 他有一套的东西 你就跟着来 所以这是比较我们正统的 那我刚刚讲的 如果我是这边没跟你画出来 如果你注意听 你看西塞三浅 他要感觉到那个非常的舒适 非常的enjoy 你看西塞三浅 到那个平身 他在哪里唱 是吧 桃花流水 水上升 过于飞 平身末地 清若离 清若离 路所以 听到没有 下风西雨 雨上去雨 所以李老师的谱 常常也是这样上升 他 你一下子要唱平 他就会变成平身 我跟你顿一下顿一下 这样这样上去 下风西雨 不须 不入身 不须 过于 他须没有拉长 两个点点 他省略 所以这都是古谱 很可以学的 有没有很愉快 好 各位如果 西塞三浅是那么愉快 那么 刘雨席的竹子词 我想 这个 我们的老动百姓啊 竹子词 这个我要插了 来介绍另外一个 好 插 他插好 让他干一下 各位这个竹子词 刘雨席啊 我先讲背景 他到被 扁到四川去的时候 本来是不太愉快 长安嘛 各位知道刘白 到那边 白剧跟刘雨席他们 都是音乐家 包括白剧都是 所以都是看那个 银神塞为大家足之 各位 拿着足之 然后你唱完我就唱 你唱完我就唱 我们那边啊 我在花园是原住民 那个 麻吉啊 糯米啊 知道啊 然后用一个 用一个那个 木材做的那个 然后一边 所以那个小时候 我印象很深 然后这边 坐完了就这边唱 这样 我们花园 这有原住民 所以各位 足之词是绝对踏歌的 拿着足之 然后你这边唱 这边唱完 唱完就这边唱 所以李白秤州 降雨巡 忽闻岸上踏歌声 知道啊 桃花 潭水 升千词 不及汪轮 送我轻 你就要踏歌 一面踏歌 一面唱足之词 这是他的特色 好了 刘雨巡是中央来的官员 到了这个四川来 我们说什么不什么 什么不什么的地方 哎呀 这民间这么摇来摇去 填啊填 请问你要不要填 你要不要把它保 你是音乐家 各位我们在 在台湾也是这样 南部在唱15瓦 想想 宜兰在唱 丢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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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丢 这样 那个音乐家有时候 现在我们有时候 你会讲说 各乡镇 各条路都在这样 请问 音乐家要把这个音乐 保存下来 他不要继谱 一定要继谱 所以刘雨巡 当时要继谱的时候 你知道他 你去看他的主旨词的序 也写的满腔无奈 他说这个地方 哎呀听起来 跟我无中之歌 知道在江苏 这个地方的歌谣 他说虽唱临不可听 他也讲了 虽然非常礼俗下礼拔 但是我会觉得 他们有他们的韵味 各位地方的歌曲很优雅 然后很活泼 甚至很有地方特色 我一个文人来了以后 我是阳春白雪 听惯了阳春白雪 鼓吊谁之爱的阳春白雪 我请问你对这些歌谣 我想要保存 你说矛盾不矛盾 我说填下去了 人家就叫我如何不相他 这就好像说李抱枕音乐家 你知道当时填的那个 管道生的曲子 有好多人就提出批评 你怎么把这个管道生变成了 那个流行歌曲 你龙我龙 他啥 清朵听过吧 清朵出日如火 尝海可枯 见死可难 之爱之情永远不必 一个大教授填这个东西 人家怎么看 所以说起来很有意思 李抱枕是燕京大学 跟我的老师是很好的朋友 你看我的老师填了那个 西洋的歌曲 刚刚我唱的 他是辽宁田里人 郑先生先生 郑英白先生 他帮李抱枕的西洋歌曲 他填的歌词 连故乡连故乡 那我的老师会觉得 我是大学教授 这个填下去 这个流传多么 他就交给了李抱枕 现在你去填进去 一看都是李抱枕 做词曲 我的老师说 其实歌词是我填的 所以有些时候 这个心理障碍 好 我请问你 如果你是刘雨昕 自己要跨越那道横沟 你要以谁为标准 谁就曾经这样子 把下离八曲 填进去寄神的曲子 然后就变成了 You do follow me 文学史这个人 我没上了 因为他在所谓的 传统格律里 是可以抒情 也可以叙事 他的词附体 屈原 各位 屈原人到了 神在湖南 然后看到当地的百姓 各位知道九哥吧 祭天神 祭月亮 祭古神 祭什么 各位百姓那么热烈的 唱着唱着 屈原就帮他们 用文字给存下来了 让当地人继续唱 各位 刘雨昕 屈原可以这样做 各位 屈原在唐宋 指标性人物啊 知道 那我刘雨昕 去填竹子 有什么不可以 他就填下去了 各位到现在 我们才有得唱 所以你看一个文人 对地方的音乐 尤其是俗曲 知道 你要跨那一步横沟 真是蛮困难 不过也有一些限制 就像我们 如果台湾你打进去 言无许 许常会 经常的常 恩会的会 许常会 我会认得 许常会叫说 离开了 当他到屏东 看到我们那个街头 比如说我 这个吃饱 然后我是艺术家 没人能够理解 我在乡下 我就他说 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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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吃 乡吃 乡乡乡乡乡 乡甘蔗 我要吃的时候 两头都很 唱完了以后 这个主人如果没有拿 出来拿饭给他吃 他就到下 下一步 就谈下去 然后就这样 这样的人 你怎么看他 你不当会以为是乞丐 知道为什么 可是音乐家去听的时候 街头巷尾都在 唱他那个调 于是我们许常会 音乐家就把他记载下来 各位被记载的那个人 就叫做陈达 耳东城到达的达 陈达老先生的 思想曲 民间的艺人 街头艺人 就被音乐家 给记下铺了 各位这记下铺 以后你要唱思想曲 就要特别小心了 一定要follow音乐家的铺 你就不能音乐了 知道这本几分音符 我一拍每一小节几拍 所以你知道当文人 假手越多以后 民间不能唱 民间就有另外一个管道来了 我就发展了 宋词 我就发展了原曲 因为你们文人 把它为 作为一个艺术化了 民间根本没办法唱了 我就只好再去想办法 文学的眼镜 就是那么妙 各位 竹子词其中一个 我刚要介绍的是 我现在要唱的是 我们现在听到的竹子词 讲心筹 这个谱啊 通常你们 假如我不提 你们大概 从来也 不会有想到 有这种谱 1696 那个9突然 刚刚那个像 像穗金词谱 谢永淮 年代我们写 你们回去查 都很容易的 因为他们的书 现在都很著名 我们宋词 现在有一部分 唱的曲子 就是东高清谱 从日本传回来 有两个谱 我会慢慢介绍给你 各位 这个人 蒋新筹 他是正将精华人 然后他本来是 永福士的助词 出家人 永福士的助词 明代 倭寇 知道沿海乱的时候 没办法 要避乱 各位江浙就是靠海啊 那没办法 就东渡到日本去了 各位 他就把我们这些情谱 介绍到日本 结果他回传回来 那么其中有一首就是足之词 那么因为这边列的是大家都很熟的 为了让你知道 这一首如果没有背过就出去 东边日出西边雨 道是无情却有情 因为我来过蓝彼得 我就想说这个很像蓝彼得天气选这一首 但是我想啊 因为足之刘雨昕写了十二首 我在写第二首 等到这个调等一下你去掏 因为我们还有足之词 还有书写广大劳动人民的动作状况 知道啊 这个在乡下你也常常看到 尤其是在农村 山上层层桃李花 背过吗 把它写在两首一起唱 蛮好听的哦 你知道我满脑子都是这些歌词的 好可怕 所以我到现在都还记得 全部忘的时候就一百岁了 所以现在我才三十几 你看了就很亲切 那我来问你 你知道他在说什么 注意这个最后一个字该怎么念 我们先看 荧幕上的这一首 再看这一首 我讲过啊 他足之词 有三首 这一块有九首一组 加起来刘雨昕填了十几首 那后来他自己也讲 哎呀 我这个就当做 如果那个国风这些有阵风的话 我就算是变风好了 因为比较数嘛 没想到这个谱啊 记得那么好听 前面这边不讲 关键是那个踏歌 我刚刚讲了 你看这个杨柳轻轻 江水瓶着 柳树 然后看这个江水这样 那么没想到 你要知道 不管我是在采茶 或是在我在边边在洗衣 或是在我在做什么工作 那么一些男孩子 一定会逗弄着这些女孩子 就像他哥 哎呀 我听他们在那边唱歌 就好像什么 又开始比喻 东边日出西边雨 东边就 南彼得不常常这样吗 我就是为了这样才选得进来 倒是无情缺 你说没有晴天吗 有啊 刚刚我一出来 你们宿舍那边就是阴天啊 但是这边的天色是晴天啊 我真希望我等一下下课还是晴天啊 我今天还可以继续散步这样子 南彼得天气就是这样 各位 所以他说这两句的意思就是说 哎呀 这个琴又谐音过去那个琴 人家用这个琴 你就不要给我写那个情感的琴 你写那个情感的琴 你就落实 你就笨蛋 你就没有文学素养 抱歉 不要讲脏话 你就很差劲 知道啊 好多就像也无风雨也无情 都是跟人家乱改 我们这气得要命 好好的有那么充满想象 那么比喻那么美的文学 被你落实了 真是差劲 千万不能 好 这一首你懂了以后 那一首呢 山上层层桃梨花 哎呀你这样 不管你在水面上 四川你就知道嘛 那个现在的四川不是大草原 都是崇山峻林吗 所以看上层层有个桃梨花 云间烟火是人家 各位你怎么知道 各位他在吹烟 对不对 煮饭的时候那个烟 你就知道 哦那边有人住耶 长江不是这样子吗 长江不是有三个悬案吗 悬棺怎么在那边 对不对 然后呢野人呢 有人看过啊 知道吧 所以说哎 那个地方哦 有人家 好我看到了 银串金采 来付水 这在说什么 遇见鬼哦 你看那个银串金采 啊 竟然就这样来挑水 各位 这是很美的 部分 借贷全部的秀屎法 各位 什么人会带银串 什么人会带金采 哎 就是那些农村妇女 对了 你看那些妇女们 她都到水边来挑水 各位 有时候 你那个吸水要挑 要走很远的路呢 很累了 我正好去那个三青山 看到那个和尚 我们在这样子 他从底下那边挑挑挑 那个师妹 他这样挑上去 他也做一个做功课 是吧 也在锻炼自己 很感人的 所以在相见那个妇女 银串金采 所以你不要说看到银串金 在路边这样挑水 你会吓死我 那长刀短力 那刀子这样很冷 那长刀短力 当然是指谁 男孩子 有没有男孩子披着长刀 有时候砍柴啊 干嘛等等 所以女孩子就去挑水 这样工作 男孩子就去烧 这个字啊 如果你真正练的时候 会练鱼 跟练奢 知道不同 如果 耕种三年以后的田 你要修耕 知道啊 我们在这个地方 为了写音 你看家 花 所以这个字要练什么 虾 对了 对了 要练虾 有时候这个字 可以练鱼田 你不要练鱼 你不要练奢田 不要练 要练虾 奢的音 一转就可以练虾 修耕 三年的田 单纯的就叫鱼 如果你是火种野 比如说这个田 好了以后 我把这个田 所有的稻谷 因为你要修根 你要堆肥 把它用火烧 动作的话 那就要练奢 那转印就练虾 所以他才会带刀子 要砍一砍 然后把这个东西 烧一烧 然后要堆肥 这样子 他就到田里头 要去做这个动作 你去查这个字 去烧 杀 等一下我唱给你听 好 主制词 怎么唱 听听看 这首我要唱 每天都要很快乐 从宿舍走出来 吃饭 沿路就要唱 要么就西塞山前 要么就杨柳 青青 还有水沟 那边有柳树 就从那个 那边就走过来 我就会在那边等你们 看有没有唱 我来唱了 杨柳青青江水平 温朗安上他歌声 冬边日出西边雨 道是无情却有情 山上陈陈桃梨花 云间烟火有人家 阴传尽才来覆水 尝到端梨去烧杀 杨柳就这样唱 唱十一首 最好去把十一首都给我背过来 男孩子就从那边唱到餐厅 女孩子就从这边 唱到餐厅 然后我在当裁判 唱不好的就全部推回去 再走过来这样子 好愉快 要唱两首才过瘾 好不好听 真的很好听啊 明风歌谣 我们自己的谱 再到日本再传回来 我们先学杨柳青青 因为这一首歌词你比较熟 其实我本来另外也超了 因为山主里的话有 山桃红花满上头 然后薯酱 春水破山流 花红异帅 四郎异 水流无限 四龙愁 各位通常桃花红红的 你会比喻什么 比喻你的热情 各位看到长江山峡的山脉这样 然后那个水流 在凹击的地方 他就直接拍上去了 好像因为看到桃花那么美 我就很自然的就会顺过去 谁晓得一拍下去就流开了 谁晓得你的热情是那么短暂的 害我那么样的 像水一样 水流无限是龙愁 是我的愁绪 各位流雨系是无中人 他用了龙 那我讲到这也不合四川人 四川人绝对不讲龙啊 知道龙就是我 所以我那个第一首就没有列给你们 他的辟语蛮有意思 你知道水流 你山上的本来是自然的现象 说三桃红花满上头 然后暑江春水就破山流 那个水就好像我的热情 看到你的热情我就拍过去了 那花红一摔四郎一 那个桃花开了又容易落 那你一时对我的这样 很容易就衰退了 我就绵绵的筹绪 像水流一样浓浓不尽 这个皮实在是很美 很有意思 你们去读有兴趣去读 听文学就好 不要再学着创作 老师我也要填 慢一点 等到七十岁才填 来 一句一句来 你看有没有省略了一个清清 那个地方就不拉 歌唱就是这样 不准再听好 羊流 上身 羊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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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羊羊羊将水平 三四 羊流 羊羊将水平 很好 好 问郑 问郑 上 他 歌 身 两句 阳流散世 阳流轻轻散 听听听 轻轻要压一下一下 不要高声 阳流轻轻散世 阳流轻轻将水滴 温浪将上他歌声 有一个版本是暗上他歌声 我比较主张这民风歌谣 你不要用评字去看 每一个字都要去瞧一下 你还顺着 也有人写暗上他歌声 温浪暗上他歌声 所以我在想 如果是在江上 恐怕男孩子也在乘船走过 然后女孩子也这样 所以为什么江上跟暗上 差别在那边 那如果暗上就男孩子 真的是暗上 女孩子是在乘船 这样走过 如果是两个都乘船 不能江上 他也在唱你也在唱 我不晓得哪一种感觉最好 但是有两个版本 东边日出西边雨 入生就入生 雨传统的谱就是这个好处 向是东边日出西边雨 好 从容不迫的放出来 倒是无情却有情 闪是 倒是无情却有情 那个却顿一下入生 却有情有是赏身 那个勾的地方勾好 东边闪是 东边日出西边雨 你们这怎么没力了 我才不理你 如果这样 东边日出西边雨 那个力道要有啊 不然我就不理你 闪是 东边日出西边雨 倒是无情却有情 我唱每一个字都那么准 你们怎么学 上身就上入生就入生 你们怎么听不出来 Practice makes perfect 所以老楼已经有人在练习了 今天中午那个主师母说 好好听哦 我就很高兴 虽然我在这边听不到了 主师母大概就在你们楼上 就尽量唱 因为这是文学 我们又不是唱下笠八曲 虽然它是下笠八曲 因为文人记载了嘛 那么雅的琴符又记了嘛 你再听一遍 然后再看看哪个音 你自己没抓好 杨柳琴琴江水平 温朗岸桑他歌声 东边日出西边雨 倒是无情却有情 有没有高低 我那个岸桑突然江桑被岸桑 我们还是江桑好不好 杨柳散事 杨柳琴琴江水平 温朗江桑他歌声 那为什么这个琴唱得那么差 倒是无情却有情 散事 倒是无情却有情 对了 再来一遍 然后就要唱第二首 劳动勤奋的工作 一面工作就一面唱 今天晚上炒菜就给我唱 杨柳散 炒起来就好吃的 不然就给我唱西山 西山三千波 五飞 我来的是非常愉快 不要怒法冲冠 再那么炒菜 我会吓死 杨柳琴琴 山是 杨柳琴琴江水平 闻郎将上他歌声 东边日出西边雨 道是无情却有情 好 现在给我唱第二首 三上三世 山上层层桃梨花 云间烟火有人家 迎穿金才来赴水 放到团里去烧杀 虾虾虾虾 你们第二首唱的比第一首好 因为那个日出雀那个入深的地方 把你们卡得有点怪怪的 但是这个那个有人家 那个地方就没有那个入深了 虽然也是 可是你们不会被那个卡的那个 山上层层桃梨花 羊柳青青江水瓶 两首一起 因为这个吊子唱一首 那个快乐不太快乐 两首在一起 够快乐这样 你们没有喝水 很累 好同情 真的 我这么一直喝水 难怪 年轻人应该水比较多 羊柳 今次那也没有关系 愉快那个感觉 羊柳 三四 羊柳青青江水瓶 问郎将上他歌声 东边日出西边雨 道士无尽却又尽 上上层层桃梨花 云间烟火有人家 应传经传来覆水 长草桃梨去烧香 对了 第二首唱得好 第二首没有那个 那个却断的时候 你知道 那个跟我们在歌的时候 不太一样 你还要再连过去 道士无尽却又尽却 却又尽拉过去 不说却 有尽不是这样 不要这样断 因为他不是在读的时候 道士无尽却又尽 那个 东边日出西出 还是有一些些的 因为你不是在 那个迎送 不要断 你再唱 唱就有点连接性 怎么样 今天回去有没有可以很嗨 要不要呼吸一下 我们现在十几分钟要不要继续 下面这一首就非常非常不容易唱 叫做雀他之 我们今天把那个 可是小三重点你们没有练习 你们只练习了一个鱼鸽子 对不对 跟竹子尺 因为比较短了 所以我教了你们 那我就继续进度 你们回去练习 好不好 好 请各位看 我们看下一首 这个要记得 女同学有句要给我念 刚刚我应该让女同学来一下 看看花面 可是她们没有学 那只会一句一句 想不想学这个 要不要一句一句来 还是你们自己看荧幕 看荧幕 好不好 小三重点 变金 变 你同学学 柯涵你负责训练 明天唱给我听 今天回去就在女生宿舍就开始 变 变 好 我们今天下一个 这个比较长了 怕耽误时间了 好 这个 这个 雀踏之 逢元氏这个人 哎呀 真是说来话长 你要知道 在南唐 如果说 太祖 开山辟地 他的的确确是 有他的远见 那时候北方 赵康运他们 赵康运还在依附在财荣的底下在工作 那么等到了宗祖 在太祖要让给宗祖的时候 我上次说过 他犹豫蛮久的 因为他的老大那个宗祖 不是一个政治人才 其实他第二个跟帝氏才是他喜欢的 可是他又怕 就像汉武帝这样 把这个废掉那个长子 然后历史上会对他有所 那个他还是让宗祖上来 也就是南唐宗祖 宗祖 那宗祖也很体会 爸爸的这个 心情 然后 那后来的宣布等等 闹成宫廷很乱 各位宗祖身边很重要的一个人物 就是冯延寺 冯延寺的字号叫做郑宗 好多人 很多人把这个冯延寺你去看 包括网络或是书籍 都把它变成冯延寺 冯延寺跟郑宗 两个名字是怎么联系 根本联系不来 各位你给我算 十二 地支 来 子 丑 银 毛 臣 四 生 十二个 第六个正好中 子丑银毛 臣四五位生 又续害 所以他正中叫做严四 知道 是冲着那个四才叫做正中 这个人说起来 也是一个文学为主的宰相 真的讲不适合当 那个在南北对峙 想要走路中原的时候 那样的尴尬时期的宰相 所以他跟宗主两个人只有文学切磋 北方势力赵康运从财荣这边得到 然后这个整合成一个很大势力的时候 他们还陶醉在江南 冯元氏知道不知道 冯元氏非常知道 他知道北方的势力大 可是他想不出任何对策 然后很要命的是 他的气度又窄 各位你去看路由南唐书 路由南售那个路由 永远环路 路由南唐书 卷八 卷第八 你看看底下这件事情 这个抄起来非常长 但是我把这个概念给你 大概对冯元氏就会有了解 他非常的有才华 有文才 这是一个事实 然后他这个常常用他的才情 去那么样的渔滨浅信 然后跟朝城来比较 有一个山东的 人才叫做孙继 这位孙子兵华的孙 忌妒那个忌 知道啊 一个忌再一个心 没有女字编 孙继 忌惠那个忌 他看到孙继被皇上给重用了 有一天出来 他碰到了 他就很不以为然 我讲过风云士才艺很高 他就说你凭什么 你是山东小伙子 你凭什么可以作为成狼 各位古时候 四郎四郎就是皇上身边的人 那你凭什么可以当成狼 这个山东人脾气 因为冯元是江西人 因为你对江南人这样看 他非常的火大 印他 这一段话呀 对冯元是在历史上记载是很关键 就你的人就被贬下去了 他说谱 各位 我们讲仆人的谱就是我 我山东殊胜 俺 山东来的 红枣利子 如果要比这个红比利枣 我十不及君 我十分之一比不上礼 各位 如果我们要比文才 我的确 十分之一比不上礼 挥斜割酒 我刚刚不是讲吗 就用文才跟那个朝城那边娱乐 如果挥斜每天这样玩乐 这样割酒 百不及君 我有一百比不上礼 知道 一个文才是十分之一比不上礼 那个要挥斜饮酒 百比不上礼 各位第三点 要讲惨媚显照 各位 惨媚显诈 这个就很抨击的很厉害 山东 我累劫不及君 我死好几代都比不上你 各位 这个厉害了 红元寺的人格就被 陆游的南唐书这样定位了 但是你要知道 皇上把你安置在身边 你贵为宰相 难道你不晓得要以道义 亏欠你的国君 你怎么天天跟他伸设狗马 老是长得喝酒 成文才干嘛等等 你不好在非常时代 你一个宰相 你要有政策 东元寺有一阵子是被冷落到江西去 不久 因为中中就是五文落末的人 又把他找回来 所以透过路由的记载 透过了这个孙继这个评论 他说我呢 固然因为你问我是懂什么 在皇上身边做什么 我固然不懂什么 但是你要知道 你所懂的一切 正好我会把这个国家败掉 这个冯元寺会搞的 非常的惭愧 各位这是一格兰堂书的记载 冯元寺还有一个记载 你听了也觉得 也很过瘾 他的词实在是好 讲实在呢 我们下一次就要上这个 谁到先请抛之酒 各位他当时 在梦长时期 他有五鬼之称 各位被人家称为五鬼 不是五神 各位你要被称就称五神 神人也有五鬼 第一个是毛文席 五鬼你听听就好 毛文席 第二个路浅一 第三个欧阳九 各位欧阳九是花间级的编辑 第四个就是 寒虫 再来就是严选 就跟这五个人 一二三五 然后都以慈张 供奉 国军 所以被认为五鬼 所以冯元寺的 我的意思就是说 他有那个位置 可是气量狭窄 见不得人好 只要被皇上 哪个人被皇上看到 他就杠他一下 然后在皇上 他就不好好的 把这个道义 让国军能够积极 能够如何正盘 所以文人治国的祸害 就在这个地方 各位最有名的一句是什么 宗主有一句词 非常有名 有一天 冯元寺有一句词 就叫做夜金门 各位 我们说代造金马门 那个金门 就好像我们的金门马祖 所以你要早朝的时候 你要在皇上还没有 怎么样 你就要在那边等着皇上宣 他代造金马门 叫做夜金门 所以填那个夜金门的时候 这表示他人被冷落了 他是有所期盼的 然后前面几句话 风乍起 吹奏一池春水 风乍起 吹奏一池春水 哎呀 宗主说 这个美得不得了 你们假如有兴趣 可以去看到冯元寺的夜金门 然后皇上就把他的作品背下来 有一天碰到冯元寺了 皇上就说 风乍起 吹奏一池春水 都很自然 不费力 这种 就好像 那个谢灵韵 那几个五元寺 池塘生春草 柳树变民情 都是很自然的 哎呦 如果你是冯元寺 不是受种若惊吗 我的词 皇上贝蕾 你看冯元寺 马上就说 哎呦 我的虽然好 比不上 小楼 吹奏测 欲生寒 各位 宗主有一阙词 那个 贪破碗西沙 小楼 吹测 欲生寒 这个句真是美 晚上 那么他 其实他是在 这个艳客艳酒 又就想念前方战士了 然后我们在 艳客艳酒的时候 小楼上 我们在这边 生歌生平 各位知道 我们有一个 韩西载 夜宴图 也就是在南唐 创造出来的 那些军臣 你可以看 北方赵高云 他们在那边 整合军队的时候 这边在夜宴 你知道看南唐的 几乎都是这个 然后陈兴唐 在那边奏旨在写 这样等等 我不是说 如果没有这些人物 我们今天 没有诗词可读 这些好的作品可读 但是非常的时代 就不是这样治国了 知道 他说小楼 吹测 欲生寒 你看在晚上吹 吹到 多深夜 你的那个音乐 都还有的寒气在 知道你的预计 那个多么 玩乐到了 子夜 都还不晓得休息 给塑造了 南唐整个形象的样子 这个中中也很得意 哎呀 我的作品哦 你也什么 所以我们现在 不是有个成语吗 甘亲底事 就是这个成语出来的 风乍起 吹咒一池春水 甘亲底事 听过这句话吗 你没有听过 甘亲底事 我们现在翻 传识的 普通的话 就甘你屁事 这件事情 甘你屁事 这样 吹咒一池春水 人家是大自然的 人家是大自然的现象 吹咒一池春水 对 甘亲底事 这个底事就是和事了 跟你有什么相关了 记得啊 甘亲底事 就是这边来的 这个点 就是两个 你可以看看 这样的君臣在一起 请问 南唐的国士有救吗 请问南唐的开国君 南唐高祖 有没有很盛名 他知道他这个儿子 就是五文诺末 天天跟风 冯元氏年轻就在身边 把他请过去 当这个宗主的老师 知道吗 你老师当了 做了这个皇上以后 当然把他找到身边 当宰相 天天切磋的是这个文词的 所以南唐就预政法令 然后偏偏 宫廷又发生了不幸 然后李玉啊 闪避到江西 才会被找回来 好我们现在来看 为什么说冯元氏 他真的很知道 当前的局势是很幽远的 这一确词后面两句 就已经到处了各种消息 那究竟这消息是说些什么 预知结果如何 请听明天分解 这样可以吗 因为这首很难唱 要高上去的时候 但是很好听 我好喜欢这个曲 因为确大字就是蝶恋花 蝶恋花很多人都会去唱 刘勇的一代健宽众不悔 卫衣笑得人憔悴完全一样 但是你知道在逢源氏时代 他舔着这雀踏之 把那个申请 李玉老师的符来唱这个 唱得非常的动听 我们明天再来 好 我们还是下课 我们今天上到这边 奥米特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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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